赖清德10号到新北市瑞芳低调参加公益活动 不发公开行程 旨在事后提供视频短片 但台湾媒体注意到 赖清德身边还带着一个人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Let's go 原来是民进党籍台北市议员许舒华 赖清德低调跟党籍现实民代搏感情 就像去年12月 他也跟小英之友会坐下来吃饭 被外界解读为 是要米平2019年时 民进党内初选的裂痕 为2024大选铺路 但万万没想到 小英之友会隔了一个月 竟然又约了桃园市长郑文灿参序 这是很自然的参序 主要是情感交流 市政治理 我想我们都是希望帮助蔡英文 把台湾代理得更好 郑文灿10号做出回应 还喊出要帮蔡英文把台湾带领得更好 这更引发外界诸多联想 不过因为传出英系人士 对可能角逐2024的人选 讲明不会选边站 蔡英文支持谁 他们就支持谁 为了博得青睐 郑文灿当然得使出全力 分享了很多过去的经验 都有说一体 执政这么高的一个声望 桃园大家都很支持她 蔡英文才刚连任半年 就怕被解读为提前跛脚 英系人马强调 面对2024可能的接班人选 持开放态度 这段的接班人选 1024可能的接班人选